这是世界上最硬的金属 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其贯穿 另一边是世界上最强的钻头 再坚硬的金属也能被他钻出孔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两者对决 谁能笑到最后呢 最近岛国人民都在为一个动头疼 原因就是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伙 他叫二买泰 他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 任何钻头都无法将其贯穿 此前 他就连续战胜了日本三家钻头公司 豪取三连胜 成功荣获日本最硬男人的称号 而当得知又有人前来踢馆 二买泰连夜找来六个同学 耗时七天 哦不 也可能是一天 这年头一和七有点傻傻分不清楚 又经过冷却48小时以及反复打握 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被贯穿的超硬合金 终于诞生了 而今天要挑战最硬金属的就是这个男人 他叫大聪明 是日本最会打动的男人 他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钻头公司 用他的话说 不管客户想要什么样的洞 他都绝对能开他一个 这让想象力丰富的大漂亮幽子 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像极了屏幕前的你 为了赢的比赛 大聪明和他的工程师们打开了强哥的主页 集体观看学习了之前最硬金属的对决视频 还不忘点赞关注评论 最后还长按点赞三秒触发了特效 终于 大聪明在视频中找到了突破口 开发出了这个未动而生 外面还包裹着大克力的最强钻头 那这个最强钻头实力如何呢 大聪明又用一颗大白菜 换了一块和上次对决硬度一样的金属 在经过一阵啥也看不清的画面之后 金属被成功贯穿 这让大聪明自信满满 比赛规则 如果钻头不能在金属表面开孔或者折断 则二埋态的最硬金属获胜 如果能成功开动 则大聪明的最强钻头获胜 赌上彼此尊严以及公私荣誉的对决即将上演 大家猜猜谁会赢呢 比赛当天 阿尔埋态弹到复会 而大聪明则救急了一万多人前来助威 吓得阿尔埋态连滚带爬过去递送名片 并让大聪明不要霸凌他 这可都有摄像头的 一切准备就绝 打动比赛正式开始 只见钻头一边施压钻孔一边画圈 此时钻头与金属之间 发出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见出来水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大聪明终于松了口气 这就是代表最硬金属的表面已经钻开 胜利就在眼前 高兴的他当场表示 每人中午加一个鸡腿 阿尔埋态则有了不祥的预感 面如死灰 发生什么事了 突然鸡床那一阵火光带闪电 钻头也立马停了下来 最硬金属竟然裂开了 但是并没有贯穿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此时大聪明表示 既然没有钻出孔 应该是自己失败了 而知道赢了可能要败 趋勇的阿尔埋态则立马表示 金属表面已经钻开 是自己败了 这不骚操作 不仅让大聪明找回了面子 又让自己免了一顿毒打 节目组也借机宣布双方平手 虽然金属被钻得裂了开来 但是大聪明的钻头也破烂不堪 下方的炎魔大合力也全部脱落 那么大伙觉得 这场对决到底是谁胜了呢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 下棋更加精彩